中国预言 陈耀南主持 钟伟明朗众 何楚云编剧 张婉容编导 黄发之监制 宇言属于讽刺文学的一种 幽默是它最鲜明的特征 亦都是它的艺术生命 它所采用的题材 通常都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接触到的事情 所讽刺的对象 都是我们似曾相识的人民 因此能够在极小的蝙蝠中 发挥极大的逻辑力量 在会心微笑中 表现出深刻的奉誉精神 我们这个中国预言节目 选取了一些中国著名的预言 除了将原文朗众之外 并且以戏剧形式演绎出来 同时更请到陈耀南博士分析他的哲理 当你们收听这个节目的时候 可以抱着辽薄一灿的心情去听下 或者细细嘴咀嚼他的含义 今天所选的预言 是有韩妃子的扁着建菜援公 和庄子的老猴养鸟 扁着建菜援公 扁着建菜援公 立有间 扁着若 温有侄在臭理 不自张孔心 援侯若 寡人无侄 扁着出 援侯若 依之浩自不并以为公 居十日 扁着浮建 若 温之并在基夫 不自张益心 援侯不应 扁着出 援侯又不悦 居十日 扁着并不自并在庄卫 不自张益心 援侯又不应 扁着出 援侯又不愿 居十日 扁着望援侯而船走 援侯顾使人问之 扁着若 质在臭理 汤汤之所及也 在基夫 针石之所及也 在肠胃 火极之所及也 在骨髓 施命之所属 无奈何也 甘在骨髓 神是已无情也 居五日 援侯体痛 使人撒扁着 以徒秦矣 援侯碎使 原来先生 就是名池远近的名衣扁着 不用下跪 请起 是 借大王 先生名闻天下 经常四海骯游 今次来到我们赛国 真是国家之行 大王过掌 微臣喜欢到处澳游 今次来到贵国 逗留一个时期 欣赏一下湖光山色 然后又会去第二个国家 行医祭誓 好 那先生 真是要逗留多些时候 为我们赛国的百姓 医治疾病 祝福人民才行 大王 微臣一定尽力而为 如今微臣 想向大王 启奏一件事 不知道大王 肯不肯听微臣的建议呢 好 先生有何建议呢 微臣认为大王有些木病 是在表皮的部位 如果不立刻医治 恐怕越来越严重 恐怕越来越严重 先生一定是看错了 孤王一点病痛都没有 需要什么医治啊 如今孤王要回去后宫休息 先生请便 是 微臣告退 这些大夫 喜欢对那些没病的人 硬硬说他有病 无他 想要功领赏 孤王不会这么容易被他骗到的 人是 在 摆架回功 遵命 大王 没见大王十日 大王的病 已经入到肌肉了 若果再不医你 就会越来越深的了 是吗 是啊 大王 先生 孤王无病 你再过十日来 孤王一样聋 精苦猛 你都是请便 孤王不是几喜欢听这些说话的 是啊 请恕微臣失严 微臣告退 先生 又过了十日了 孤王又跟平时一样 无病无痛 可见有阵事 你都会判断错误 大王 大王 你的病 你的病已经进入肠胃 如果再不医治 微臣恐怕越来越严重 那你见亲孤王 每次都说孤王有病的 你要孤王说几多句 没有病没有痛 才肯相信 以后没什么事 你都是去游山换水好过了 人来 在 退潮 遵命 哎 难道真是天然 扁着先生 孤王又没有跟你见面十日了 你不用下跪了 不如站起身 看下孤王的面色 是不是跟十日前一样这么红润 一样跟十日前这么精神逆逆 是 微臣 遵旨 大王 微臣 突然间寄起一些事 要立即告退回家 请大王尹准 好 你有事就退下 是 微臣告退 整日都说孤王有病 如今都过了整个月 孤王仍然壮见平安 大概他觉得不好意思再出声 所以立刻告退都不定 你们正式是容易来的 大王 微臣认为未必是这样 不如等微臣去追问一下他好吗 好 灵大夫 你尽管去问一下他 灵大夫 既然你问到 在下唯有照实向你讲明 嗯 错时大王 并在表皮 只要服食一两剂药 用热水敷一下 就可以好 病入肌肉 也可以用针灸医力 就算病入肠胃 都可以用药剂医 好 但是 如今病入骨髓 就无约可治 唯有听天由命 先生 言则你的意思 是说大王已经病入骨髓 是吗 是 事到如今 在下 亦无话可说 那天我和扁爵先生 说完一番说话 五日之后 大王就全身疼痛 想找扁爵先生 但是 他已经走了去秦国 终于大王就死了 如果大王肯病向浅中医 又怎么会发生这么不幸的事 遗疾妓医 只是累到自己 这就是扁爵先生的故事 给我们三个感想 第一个当然是扁爵这位古代的名医 那个望文文切的功力 真是很紧要 一见就已经知道他病到什么程度 而且提出适当的警告 不过可惜那个蔡桓公 是不知道 古人所谓上医 就是医未病 或者现代人 所谓预防 是胜于治疗 都是没错的 不过也幸运现代人 无论是医者 就是医生 或者是普通人 对这个问题 都有比较以前 是深一点的了解 第二个给我们的感想 就是扁爵不是时时有 扁爵的时代 又不是个个是扁爵 因此怎样呢 当然任何技术 发展到高的阶段 都是一种艺术 个人的天分是很重要 但是所谓科学化的好处 就是令大多数从业员 不用单纯是靠个人的天分 超过人的天分 都可以成为起码中等的人才 超等人才当然都是有天分的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现代科学发达 各种的检验 X光等等 都令到很多人 能够预先掌握预防的可能性 不用真的靠好像扁爵 特殊天分的名医 多年经验 一看就知道他病成了 靠更多科学化的测验 检验 可以预先知道很多情形 这个是一个进步 第三点更重要 就是让我们感想 要尊重和相信专家 我们不可以因为政治地位的高 自以为是无所不英明正确 好像蔡桓公 他不信那个扁爵 结果就累了自己 当然不信专家 不尊重专家 误了自己个人的健康 这个事情都不是这么大 如果不相信各部门的专家 不相信科学的原理 不尊重客观的规律 而误了全国家的健康 全国家的命运 全国家的文化 这个事情就相当大了 所以有时从一个这样的著名的古代故事 我们可以联想起很多 所谓古为金融的事实 或者是一种体验 对我们是很有益处的 这个就是扁爵 建蔡桓公 这个著名故事 老猴养鸟 息者 海鸟子于老胶 老猴育儿相知于妙 就狗笑以为乐 巨太奴以为善 鸟乃原是幽悲 不敢吃一暖 不敢饮一杯 三日而死 以己仰仰了也 非以尿仰仰了也 我们老国一定可以红白天下 真是上天慈福 大王 你一回到入后宫 就好像很高兴 不知道有什么事 令到大王这么开心 可不可以说给神妾听 当然可以 王妃 你知道吗 不需要多久 孤王就可以红白天下 上天真是仁慈 对我们老国特别好 大王 为什么你这么说呢 王妃 告诉你 今天在我们老国的郊外 有一只好大的海鸟飞了入去 好大的海鸟 是世间小见的 居然在我们老国的国土之上 砌射 你说是不是好笑头呢 既然是好笑头 即是我们老国会国家轻强 黎民富庶了 那我是一国之君 应不应该高兴 应不应该开心 好大的海鸟 的确是难得一见 国家轻强 黎民富庶 当然是值得高兴 值得开心 大王 神妾想明天去郊外 看看那只大海鸟 大王会不会反对 孤王已经安排好一切 这只大海鸟 如今不在郊外 其实 今早一听见有大海鸟 在郊外妻色 孤王立刻就率领神 去到郊外 恭恭敬敬地 迎接大海鸟入宗庙 为了不想他飞走 以后就游得他 当宗庙是自己的巢月 孤王又命岳公 就狗笑这首名曲 给他欣赏 用牛肉 羊肉和猪肉 给他吃 相信他以后 都不会飞去第二道 但凡是那些好笑头 或者详细的事物 孤王都想尽办法 要保存他 孤王一定要保存他 大王 你今天回到后宫 似乎不是很开心 比起前日判约两人 当然 前日我得到一只 长寿的大海鸟 那只大海鸟 仍然在宗庙里面 它不是飞走了吗 那又不是 但孤王代得他这么优厚 他应该不会飞走 王妃 你都知道孤王对他 是多么尊敬 神妾知道 不过 为什么大王今天又这么不开心 唉 你不知道 根据事后 这个大海鸟的人说 自从他入住宗庙之后 对他奏出名曲 他又不懂得听 给牛肉羊肉猪肉 他吃 他就一口都没吃过 走路又中下中下 昨天已经站不稳 怕飞都飞不起了 今天都不知道怎么办 今天都不知道怎么办 一会儿孤王要去看看他才行 是 奴婢啟奏大王 那是宗庙 事后那只大海鸟的人来报告 那只大海鸟已经死了 大海鸟死了 怎么会这样的 那个人呢 啟奏大王 那个人在宫门之外 唉 我要出去问清楚他 那只大海鸟为什么会死 为什么三天这么快就会死 牛娘 大王的面色很难看 我也很明白 他的心当然很不安乐 其实这些是意料中事 只不过大王一时间想不到 娘娘 为什么你这么说 那你说不是吗 大海鸟是鸟类 我们是人类 鸟类有鸟类生存的方法 他们的生活习惯 他们的食物 跟我们人类完全不同 现在大王用养人的办法去养海鸟 他怎么可以适应呢 用错误的办法去养他 他是怎么生存呢 例如叫一个人 晚上睡在森林的树枝上 吃蛇虫鼠 那样是没办法生存的 你说我说得对不对 是啊 娘娘说得一点都没错 老皮如今明白 为什么这只大海鸟养了三天 就没办法生存呢 这个老猴养鸟的故事 是相当有趣 正如我们以前提过 宿忽的两个帝 去作混沌的故事 就是说 不要用自己的标准 认为好的标准 是强加于他人身上 自己认为这样好 对方可能还不接受 或者吸收不到 或者领略不到 那么 我们想起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那个汉高祖刘邦 得到天下之后 他又很爱他的父亲 很孝敬的父亲 他身为皇帝 父亲是太上皇自然 养尊处优优 吃好着好 真金水龙头 什么都不在话下 但是刘邦的父亲 反而周身不自在 他来自农村 来自乡间 反而要那种生活 才简朴自然 才自在 于是刘邦 在京都附近 在长安附近 京城附近 布置一个农村 好像福祭品 似足他的乡下 有些田地 路 屋 甚至树 似足 结果 这个史书记载 连那些鸡 狗 都认得路来照行 你说是似得挺紧 于是刘邦的父亲 非常高兴 这个和这个老猴 养料的故事 是可以说异曲同工 因此令我们联想起一句 很熟知的说话 有人说 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 所谓 己所不育 密施于人 其实就很消极 是不是 密施于人 为什麽我们不说己所甚欲 的猛施于人 那就是积极一点 其实你想一想 正如我们以前说过 那个食物的比喻 己所不育 密施于人 是切实一点 和对一点的 我们不想人家 硬硬 把食物给我们喝 我们不想人家 硬硬 吃饭我们吃 我们就不要吃饭给人吃 各人自由 各尽所能 各取所值 每人随自己的嗜好 随自己的口味 各色其色 这样才是真正的互尊 互众自由 平等 如果己所甚欲 的猛施于人 结果就 将自己的主意 信仰 教条 强加于他人的身上 用回吃饭的比喻 譬如 有些外省的朋友 有时很喜欢吃辣 或者是有些人 很喜欢吃酸 那自己吃 就好了 没问题了 但是如果将辣椒 胡椒 硬硬加在他人 那碟菜上面 或者是 全台各个人 每个人的碗面 都倒了醋 结果 吃到人家嘔为止 所以 这也是《老猴養鸟》 这个故事 给我们的看法 老猴本来无可厚非 他认为 代以贵宾 这么好享受 怎知道 搞到那只海鸟 那只海鸟本来不习惯 这一套 老猴以为好 海鸟未必觉得好 什么都不敢吃 不敢喝 结果 反而累死了 所以 这个 也是出于庄子 这个外篇 才是志乐篇的 这个故事 在他的本意 当然是说 要尊重自然 顺其自然 不要用人的标准 强加于他物的身上 要给我们一些啟發 其实人与人的相处 有时也要估这个原则 有时也要估这个原则 有时也要估计 是指对的 画面 中文字幕里面 是 有时也要 有时也要有时间 有时也要有点 有时也要有时 是 有时也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